极快但根据南非和英国的最新数据 致死率其实跟流感差不多 因此专家还是颇为乐观 认为Omicron依旧有可能是上天给的礼物 不过比起一般常见的新冠症状 现在南非还出现特别的新症状 若突然腰背痛也可能是染上Omicron Omicron让全球害怕最大关键就是急速传染 但现在陆续有数据出炉 Omicron的致死率其实跟流感差不多 若以Omicron最早流行的南非作为指标 最近7天的新冠死亡人数44人 确诊者总共19000多人 换算下来致死率0.22% 这个数字其实跟流感的死亡率 0.1%到0.2相当接近 若以现在Omicron正在大举肆虐的英国为例 近7天新冠死亡人数112人 新冠确诊者总共8万多人 致死率0.13% 专家就发现致死率和疫苗施打率脱不了关系 南非的疫苗覆盖率不到三成 英国则高达七成 死亡率因此比南非来得低 可见施打率高的国家 疫情应该不至于会向南非那么严重 不少专家保持乐观 认为Omicron病毒还是有可能是老天的礼物 大规模感染但不致命 让人类有天然疫苗效力 与病毒共存 终结新冠疫情 不过全球对Omicron确切症状还在持续摸索 南非统计Omicron患者的常见症状 除了一般熟知的喉咙沙哑疼痛 鼻塞肝壳之外 还有特别不同的一点就是肌肉疼痛 尤其是腰背疼痛的人要特别注意 若有特殊征兆绝对不能轻忽 才能尽早抓住病毒 记者综合报道